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刀菲设计资深贡献者 开源积极分子 我来自于郑采云大数据部门 主要从事大数据平台架构开发工作 今天的分享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 为什么做大阶层裁分 如何设计对应的表 如何重构API 以后如何升级到280 为什么做阶层裁分呢 我们知道在1.3年级以前的版本的时候呢 工作流中的Task和Task Relation 就是任务和任务的关系呢 都是保存在Process Defunding 表的Process Defunding 阶层的制端中 当这个工作流非常大 有成百上千个任务的时候呢 这个阶层制端呢 也就非常大 当你使用它的时候呢 你就需要解析这个阶层 这呢 就非常的耗币性能 而且呢 Task呢 也没法重用 基于大阶层呢 对于实现工作流和任务的版本呢 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否则呢 就会导致大量的数据冲余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做大阶层拆分的初衷 拆分大阶层呢 我们围绕以下几个方面 然后进行拆分的 然后实现的 目标呢 就是实现大阶层的完全拆分 然后新增工作流和任务的版本 在拆分的时候呢 新增工作流和任务的版本 引入全局的唯一扣的 为什么要引入全局唯一扣的呢 比如当前的任务 是在工作流中唯一 当工作流呢 又是在当前的项目中唯一 当你需要将 需要将当前的工 当前的工作流 移动到 另一个工作流的时候呢 如果没有一个全局唯一的标识呢 它就很容易 没有一个全局唯一的标识呢 然后呢 就很容易导致重复 对于任务呢 就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拆分之后呢 就需要把任务 把任务提升为工作流相同的位置 怎么设计 怎么设计表呢 举个例子 就比如在1.3.6版本创建一个A指向B的工作流 这个工作流呢 就是B系列A 然后工作流的名称呢 就是AB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当前呢 有一个简单的 一个 有两个节点的工作流呢 它的接生呢 就非常大 你可以看到 这个接生字段里面呢 就Process的地方 你接生 这个字段呢 就有1000多个字符 这就描述起来 就非常大 然后基于 然后基于这个 基于这个复杂的这个接生呢 我们如何设计表呢 我们首先呢 要抽象一下 就是工作流呢 仅仅只是DAG的展现形式 就另一种表述方式 任务呢 是通过工作流进行组织的 在同时呢 任务之间呢 存在着关系呢 也就是依赖 所以呢 从这些呢 就可以知道 工作流呢 需要一个描述 需要一个具体的描述 任务呢 每个任务呢 它又需要一个描述 任务和工作流呢 它之间是没什么关系的 它们之间的关系呢 是仅仅只是通过 仅仅是只是通过 通过依赖 可以通过依赖呢 然后来进行过联起来 就任务和工作流之间的关系 这就好比呢 一个画板 画板上面呢 有些图案 这个图案呢 可以在这个画板上 也可以在另外一个画板上 工作流呢 就是这个画板 然后图案呢 就是任务 然后图案之间的关系呢 然后也就是依赖 也就是依赖 然后这个关系呢 也是表述 这个画板 和这个图案之间的关系 然后这个图案 和图案之间的关系 所以呢 这就是关系 调度 调度的核心呢 是调度任务 依赖的 只是 调度 只是任务调度的先后顺序 当前的版本呢 工作流呢 是 当前的版本工作流呢 是只是 调度 当前的版本的调度 就是对于整个工作流的 进行调度 在拆分之后呢 我们就很方便的 对于单个任务 进行调度 然后基于这个拆分的 基于这个思想呢 我们 我们刚才也说 也说过 然后就有三张表 有工作流定义表 和任务定义表 和工作流关系表 这个关系表呢 不仅表示 任务之间的关系 也表示任务 与工作流之间的关系 所以就学一个关系表 但对于每一个表呢 它描述 描述什么信息呢 就比如 Process 地方的一些Table 然后描述 工作流的基本信息 比如全局的参数 工作流的名称 还有任务的位置信息 等 然后任务 就它这个地方 那些Table呢 描述 描述任务 描述任务的详情信息 描述任务的详情信息 就比如 任务的类别 任务的融缩信息 任务的有限记忆 对于relation表呢 就ProcessTask relationTable呢 描述工作流 描述工作流的版本 Code 还有当前任务 和前置任务等等 两个版本 仅仅需要 无非是新增三张表 就比如 每一张表呢 就新增一个日式表 来保存 它当前的版本 这就是表的设计速度 然后 对于每张表具体的设计呢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我们先说 工作流定义表的设计 对于一些必须的字弹 比如这工作流出于哪个项目 这工作流的基本信息 比如工作流的名称 Code Version 然后还有一些位置信息 Locations 还有Node的Locations 还有工作流的创建者 等等 是必须的字弹 然后 抛开 抛开这些字弹 然后对于接任中的 除了任务之外的一些字弹 就比如 Global Paramos 然后祝福ID 然后Timeout等 超时的等 然后就这些信息 所以基于这些信息呢 我们组织了 组织了一下表 组织在一起呢 就形成了表 就比如 Code Name和Russian 是工作流的 是工作流的基本信息 和描述信息 和项目的 还有工作流的 当前的状态 Use ID 就是工作流创建者 然后工作流的一些 其他的信息呢 就比如 Global Paramos 然后Flag Locations Warning Warning Girl Pad Timeout 等等 那就这些 就是这些呢 这些呢 就是工作流的 工作流 整个工作流 一些信息 然后组织在一起 然后扩展的是日表呢 就无非新增两个字段 第一个字段呢 就是Operator Time Operator和Operator Time 就新增这两个字段 然后来 然后来表述 表述当前版本的操作者 和操作的时间 对于任务定义表呢 任务定义表的设计 思想呢 主要来源于 主要来源于大街神 就大街神里面的一些字段 就把大街神里面的一些字段呢 归一下类别 大概归于三类 我们先看一下大街神 有哪些字段 你可以看到 这个大街神里面 任务里面 有很多字段 可以就比如Tap 就工作流到类别 然后名称Param 对吧 然后还有一些 然后描述信息 然后Timeout Timeout可以归为什么 这些呢 就之前看到的 这些呢 就是一些基本信息 Timeout 一些超时信息 对吧 还有一些依赖 这些呢 就是从事次数 还有从事的间隔呢 这也可以描述为融错信息 还有一些优先级 优先级呢 就是Task Intense Preparities 还有那个 还有还有Daly 一些优先级信息 就比如对于这些字段 还有一个Condition Result 还有Dependency 这些字段呢 就是这个接生对象 这些接生对象 我们统一在 我们统一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字整体呢 就是Condition Result 和Dependency呢 把这些字段呢 给它整体放到 Parames里面 因为Parames里 就这个Parames里面 这个Parames也是个接生对象 把这些呢 给它作为 把作为里面的内容 给它放进来 那整体给它放进来 为什么这么设计呢 由于这个逻辑呢 是非常复杂的 特别Dependency Dependency呢 如果是 就比如 就比如当前的这一个呢 是效率 是效率性的 我们可以看到 它另外一个B 这个是效率性的 对于它的 它还好 如果对于 就比如条件依赖的 和条件依赖的 就Condition类型的 还有一些 子宫要留的 还有子宫要留的 还有子宫要留的 像这些呢 它们的 就特别是Dependency 它们结构呢 是不一样的 这些结构不一样的 我们在不一样中 找到相同点 是非常难的 所以呢 就需要把Dependent 把它整体呢 给它放到 那个Parames里面 我们这里呢 就不做 就不做具体的转换 就整体的纯属 我们来距离看一下 Parames里面型的 然后设计的 我们说刚才 柜位三类 就是描述 就基本的描述信息 包括Name Code Wash 然后融错信息 就写从事厕所 和从事间隔 而优先级信息 就是任务的优先级 和任务的优先级 就Task 它Properties 然后Task Priority Priority 然后还有它Daily Time 然后那个Task DefinedTable TaskDefinedTable 所以这种情况下 组织在一起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TaskDefinedTable的设计了 TaskDefinedTable 就 就要基本信息 要CodeName Wash DedCraft 然后Task 属于哪个项目的 然后创建者 然后Task类别 和TaskParames 然后这些信息 然后Task状态 Task优先级 和Task的 还有TaskWorker组 还有些这些呢 就融错信息 也超时信息 然后还有一些 选择信息 等等 然后扩展的是日表呢 然后同样的道理 然后就形成一个Operator Operator Time 然后扩展 然后再说一点 这个日日表和主表呢 就是这个是主表 然后下面就是日表 但日表和主表呢 它除了日表形成两个字段呢 它的违键也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主表呢 有一些违键的限制 但是对于那个日表呢 是没有做违键的限制的 对于relation表的设计呢 relation表设计呢 我们举个例子 就比如当前 假如当前一个工作流呢 有这样的一些节点 就比如有A指向B 然后B指向C 然后B指向D 这个呢 表示分散节点 然后D和E D和C呢 然后同样指向E 这个是聚合节点 然后E指向F 然后对于这些东西呢 对于relation表 是如何存储的呢 我们先说relation表里面 任务是如何存储的 而任务呢 就是 任务呢 就比如当前的A节点 A节点呢 我们当前用Post的 Post的Task 这个表示当前节点 当前节点 所以A的当前节点 就是Post的Task 就是A A呢 然后Pretask是0 这个0呢 就代表Code和Version是0 然后这种情况 就表示A节点 A指向B呢 所以显然 这个A的 显然这个B呢 是放在Post的Task里面 然后A呢 就放在Pretask里面 所以这种情况 就表示A指向B 然后B指向C 又B指向D呢 这种情况下呢 它的 所以 它的Post的Task 对看C来说呢 它Post的Task Post的Task呢 就是 就是C 然后它的Pretask就是 Pretask就是B 然后B指向D呢 就是 它的Pretask呢 也就是B 然后Post的Task是D 这种情况下 可以看到 它Pretask呢 是相同的 而Post的Task是不同的 这种情况下呢 是表述 分散节点 然后聚合节点呢 我们知道 这种E 这种E 表示聚合 表示当前节点 当前节点的 B 就C指向E 这种情况下呢 就Post的Task是C指向E 然后D指向E呢 就D是E 就是Post的Task都是E 然后Pretask呢 分别是D和C 这种情况下 表示聚合节点 然后E指向F E指向F 然后E到实际上A呢 这种情况下 是不允许的 因为呢 这呢 整体呢 形成了一个环 这就是循环 形成了一个环 我们呢 DAG呢 是不知是循环依赖的 这些呢 就是 就是 relation表 整体的设计思路 基于这些设计思路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它relation表的数据组织 我们说 relation表呢 是 是不仅 不仅 不仅包含 任务之间的关系的 也包含 任务和工作流关系的 任务和工作流之间的关系呢 就 就比如 就比如这个relation表呢 首先表示 首先它说 它是需要 知道工作流的关系的 工作流的关系呢 就是工作流的code 和工作流的washing 然后呢 工作流属于哪 属于哪个项目的 这个是冗余之断 然后 然后就需要 任务与任务之间的关系 任务之间的关系呢 就是pre pre task和post task 这是表示 这些呢 是表示当前任务 任务之间的关系 然后condition time condition prims 这些东西呢 就是 这些是扩展之段 然后扩展到版本 扩展到日表 日表呢 就新增的operator和operator time 就新增这两个之段 对于API呢 是如何存购的呢 对于API的存购呢 我们首先看一下 对于表中数据的存储 表中数据的存储 对表中数据的存储呢 影响表数据呢 有以下几个操作 新增 更改 删除 期望版本 是影响数据存储的 所以我们重点看一下 这些东西的 这些操作是如何 对于数据呢 是如何组织 然后如何存储的 就比如对于税务操作 税务操作呢 我们首先呢 有个选拔算法 选拔算法呢 获取 生成一个13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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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成位的数值 然后表示code code呢 然后13位数值表的code 然后watching呢 然后直接就使用1 就使用1 在新增的时候 正是使用1 然后保存到 保存到process 提防灵性表 然后 以及其他质量都保存到 这个process 提防灵性表 然后对于日制表呢 然后就是将 相同的数据 然后保存一份 然后到日制表 所以新增的时候呢 有一个 生成了一个code 然后呢 一个版本为1的数据 然后在主表和日制表 保存相同的数据 然后这个是process 提防灵性 对于task提防灵性呢 也同样的 对同样的道理 也是 获取一个 获取一个13位数值的code 和 当版本为1 然后保存到task提防灵性表 然后把task提防灵性表的数据呢 新增一份到task提防灵性表的表 这是新增 对于 这个relation表呢 relation表里面 我们知道relation表里面 它没有单独的code和version 它的code和version呢 是工作流的code和version 所以 relation表 所以当前的 当前一部操作呢 最保存的relation表呢 就是拿取当前工作流 就process的地方 内心的code和version 然后当前任务 当前任务的 当前任务的 前置的code和前置的version 然后以及 当前节点的code和version code和version 然后组织到一起 保存到 preced taskrelation表 保存到这里 保存到这里 把这个数据呢 同时新增一份到 到preced taskrelation表的log表 新增一份到log表 所以呢 这呢 这呢 就是整体的保存 对于更改呢 更改呢 对于主表呢 是直接更改 主表呢 对于主表呢 是直接更改 对于日表呢 把更改后的数据 新增一份到日日表 这就是更改 然后更改的时候呢 版本加1 对于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 就是对于一条数据 先新增 然后再更改 更改 然后主表呢 就版本为2 然后日表呢 就有两条数据 一条版本为1的数据 一条版本为2的数据 这就是 这就是更改逻辑 然后 对于 任务定义表呢 也是同样的道理 更改的时候 也是直接更改主表 日日表呢 把更改后的数据 新增到日日表 这叫更改逻辑 然后对于那个 process taskrelation表呢 更改的时候呢 就是先 对日日表不做变动 先对主表进行删除 删除完之后 然后呢 再走新增的逻辑 再走新增的逻辑 然后他新增 然后把他新增的数据呢 然后再插入到日日表 对于删除操作 直接删除主表的数据 日日表不做变动 对于process defundation 直接删除主表的数据 对task defundation 直接删除主表的数据 对process taskrelation 也是直接删除主表的数据 期盘版本呢 期盘版本呢 就是直接把 就比如这里面有两个版本 有一个版本为二 一个版本为一的数据 主表呢 是当前为版本为二的数据 它假如你要使用 从使用版本为一的数据呢 就需要将它主表为一 就需要它版本为一的数据呢 直接覆盖到 直接覆盖到主表 也就是直接从 资料覆盖到主表 找到相对应的版本 然后直接覆盖过去 这是process defundation的操作 然后task defundation的操作呢 也是同样的 期盘版本的时候 拿task defundation log表里面 对应的版本数据 然后覆盖到task defundation表 就直接覆盖 然后期盖版本 然后对于process task relation表呢 也是一样的道理 也是直接拿对应版本的数据 直接覆盖到 从log表直接覆盖到主表 这些呢 就是整个表的 就对于这些表的 然后整个操作逻辑 后端的操作逻辑 这些呢 就是对应的描述 关于这些呢 唯一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 当对于日子表的保存呢 就是对于reliation表的保存 reliation表的保存 如果当前的节点 如果描述一个当前的节点 当它没有前置节点的时候呢 它的pre task code 和pre task version呢 都是零 因为它是数值类型的 因为pre task code 是数值类型的 pre task version 也在数值类型的 都是零 但是呢 我们可以知道 如果描述当前节点 当这个节点存在的时候 这个节点呢 也是必须存在的时候 也是必须存在 所以呢 这个post task code 和post task version呢 它永远不会为零的 如果为零的时候 如果有为零的呢 就是数据的异常 就是异常数据 我们 我们如何 重构对外的API呢 如果重构对外的API呢 或者是 然后呢 然后重构的时候的 重构的时候 重构的时候呢 需要做的工作呢 然后就这些 比如 我们首先要做的呢 就是将项目 将项目的内母 和项目的扣的 就是需要将项目的内母 换成项目的扣的 由于项目的内母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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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填的 它呢 可以有些 其他 其他语言的 为了引起 不必要的麻烦呢 我们呢 就统一 使用项目扣的 统一使用项目扣的 把项目内母 换成项目扣的 然后 process deflation ID 到process deflation code 就是把ID呢 换成code 把priority 对方的 ID换成priority 对方的code 为什么要做这步操作呢 因为 就比如 就比如 当你在一个主表里面 做删除操作的时候 然后 删除完之后呢 然后又要 恢复数据的时候 就是拿着 从日记表里 恢复过去的时候呢 删除完之后 从日记表里面 恢复数据 然后 然后 然后恢复 然后恢复过去的时候呢 这种时候呢 ID就变了 所以呢 这个ID呢 是必须要换的 就使用code 它的code是不变的 还有 还有这个ID呢 由于ID是智能组件 当 当相同的 相同的数据 相同code的数据 和相同版本的数据 然后在主表和日记表 它的ID呢 是不一样的 然后 另外的呢 我们 我们新增 我们新增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呢 就和 就叫做 任务定义页面 任务定义页面呢 和工作流定义呢 菜单类型呢 是相同的类别 是在 是在相同的 相同的等级 然后呢 然后也同时 新增一些接口 任务定义的接口 然后其他的呢 其他呢 就比如对于 接口的规范化 还有 接口的规范化 我为什么要做 这部操作呢 就比如当前的接口 有一些delay的操作 然后使用的 使用的是 盖的操作 这种接口呢 使用 我们就需要把 对这些东西呢 也统一做规范 对接口呢 做规范 还有比如 在接口的文档 接口文档里面 有一些很多 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 我们都统一做规范 都统一规范起来 然后最后一个 就是我们对于 我们在这种存护的时候呢 然后对于 前的第一季呢 也做存够 就为什么做 前的第一季的存够呢 就比如 我们支持任务的引用 就创建业工作流的时候呢 当这个 当这个任务 已经存在的时候呢 我们就直接可以 引用 引用当前的任务 然后当前这个任务 不存在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在创建工作流的时候呢 也可以直接 新建任务 所以呢 这就 这就需要 这就 这就需要 对于前端的第一季呢 来做存够 如何升级到 如何升级到2.0版本呢 首先呢 关于升级2.0版本 是否支持 频繁的升级呢 我们社局讨论了很久 我们考虑到实现的复杂度 以及维护 维护两套代码的困难度呢 当前社区呢 是没有考虑出兼容的 如果升级到 因为主要原因呢 是变动太大了 不仅是数据库的变动 还有一些 那个接口的变动 都变动非常大的 所以呢 到升级2.0的时候呢 你首先呢 要新增 首先要新增一个数据库 就出 用于出史话 出史话DB 然后部署了2.0的代码 对于数据的转换呢 数据的转换呢 就是 社区呢 会提供相应的升级程序 这个升级程序呢 你需要只是指定 以前的连接信息 以前的DB的连接信息 和现有DB的连接信息 然后点执行 然后执行的时候呢 就会 就会直接的将数据 转换到新的DB 新的DB 当你想 想恢复到 使用以前的版本的时候呢 就 然后呢 就可以很好的做切换 升级到以前的 当升级到以前的版本的时候呢 当恢复到以前的版本的时候呢 也就是直接做切换就行了 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